成冠林与郑仲英的婚姻纠葛 时隔20年再度掀起关注 起因于郑仲英日前宣传戏剧时受访 女儿20岁了 却没有看过爸爸 这让成冠林远无可远 发文乐风郑仲英二人性告状 更晒出郑仲英伤害案的判决书 为此郑仲英发文反击 讲述自己被长期言语暴力 肢体暴力 性暴力 甚至怀孕五月被要求满足他 拿酒瓶同等事 并贴出成冠林写的回过书 稍早 三立新闻网 记者致电成冠林妻子 讲到激动处甚至哽咽落泪 我是冠林哥的前任 也是他的现任妻子 我认识冠林哥超过20年 如果他是暴力惯犯我还能活吗 成冠林妻子谢欣宜接起电话谈言 冠林哥心情多少有受影响 女生讲的事情20年来如出一辙 看以前新闻都翻得到 而问其回过书 成冠林妻子说 女生怀孕本来情绪就会比较不稳定 我相信他们一定有争吵 冠林哥为了安抚他 我印象是这样 20年前大家都年轻 我不会说谁的对错 这是我的说法 成冠林妻子谢欣宜表示 成冠林要发文前有讨论也有告知 对我而言不管外界怎么批判 观众就是人云亦云 我支持冠林哥 我想这是冠林哥试着要让自己解脱 其实我也不希望冠林哥回应了 亲情这种东西外界说不清楚 讲到这里成冠林妻子忍不住哽咽 我真的不容许观众的质疑 你们敢拿婚姻做担保吗 我可以 我真的很心疼观众哥 最后成冠林妻子谢欣宜喊话郑仲英 人要向前看 或许年轻时候曾经很不愉快 但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吗 把他塑造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吗